对啊 你如果非得对的话 那你就对这个边嘛 对这个边也行 你对这个边也行嘛 或者你只要这样这样也没关系 是吧 对 只是说为了只是为了拉的方便 所以我们一般是大概离大概一公分左右嘛 一公分是指一厘米啊 对 一公分就一厘米的意思嘛 对 然后找出这个孔 这个进气孔的位置 可以做一个标进 然后把这个 剪开一个口子出来了 好 这边看得够吧 只要为了对着这个孔嘛 这边有香水过敏 然后硬的话 随便拿个什么东西 我们因为框架要对准这个螺丝孔嘛 我们又黑色的 你看不到那个螺丝孔的位置嘛 我们就在在这个做一个 做一个记号 就是说用笔也好 那个大头笔也好 还是用什么东西 压一个压个位置出来嘛 然后记住啊 这是进气孔的 对准这个孔 你 我们就其实就对这个中间两个孔就可以了 这两个孔 这孔对到的话 我们要先锁这个进气孔的这两端 就为了这个胶皮 反正这胶皮的孔一位 不用打孔直接顶进去啊 不用打孔 直接这样顶 然后顶上去 就是这两个孔先 先对好它的位嘛 它这个不打孔直接是给它拖破了呢 对 直接拖破 哪里去打孔 你就给很多客户的观念是一样要提前先打孔 它不需要打孔的 瞬间就是把螺丝上紧就完成了 那不是 你先的话 先把这一边的螺丝先上紧先嘛 一边一边上 对 对 看到这边不需要锁的很死 因为到时候我们还要手动去拧的 它这个螺丝是拧那个的 所以是锁不紧的 对 稍微紧一下 拿个螺丝都来紧一下 一般剩下的 这比较关键的 先锁的话先对焦 这边先锁 它这个胶皮之前要用酒精步擦一下 因为现在的胶皮跟以前不一样 它年纪比较高 你看拉的拉不动 正常拉的话 它会整个会拉过去 你的目的是为什么 就是为了把胶皮绷紧 对 是铝植还是风景 铝植 它有个标准吗 如果要是你 平的要平整的话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拉胶皮 只是为了就是说 它使用次数多的话不会皱起来 因为你如果就这样不拉它的话 你一开始弄起来它是很平的 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没什么问题 你用可能三个月之后 它就有些地方它就会有皱了 它会骨 我拉这个只是为了整个框体的胶皮 稍微拉得绷紧一点 你拉对角还是拉整个地方 拉对角 拉好这个对角 你这个90度往这边拉吗 锁哪拉了 对 锁哪拉了 2个月 还有这个也是 4个月 4个月 3下集 4个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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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5个月 一张 5个月 5个月 这个就差不多 剩下的话就这些 中间 中间没锁螺丝地方 把它扯一下 剩下就随便了 就是全部锁上就可以了 先几个螺丝先固定好 它主要是中间对 这个角落边 然后两边中间 然后这个中间 剩下就差不多 就剩下 你不要换路插就好吧 不要插就好吧 问东未西的 你好烦一点 就这样就可以了 明白了 这样就剩下就完了 这样就剩下就要剩下就不让 你不要剩下就不能 这不给它 剩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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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个月我们不够这个这样就剩下 谢谢 这是好的 很好 这里 下面的对子应该空的 这里啊 硬体 硬体干嘛 这个东西多少钱 这啊 我 只有我 时间 那 时间 硬体干嘛 你要不要 我帮你跟 你跟 我先跟 跟不动 你再跟 OK 模具嘛 就是模具嘛 可以啊 你加上去吧 硬体 这样很容易啊 我看就行了 我看就行了 我看有多臭皮 他手过那个可不可以 他手过那个可不可以 你看上面吗 对 斜坐 滑在一起 滑在一起 你看这一套长长大的 我还把他说一套 但是我还在多几层层屏里面 你能让他说一套了 螺丝的 螺丝的 那一套他成一字啊 一字的 只要三字的 只要对位的 像剩下这些 就是螺丝 顺按顺序 全部锁紧 就可以多余的 刀皮划掉 就这个 装 胶皮就这样 其实最主要就是 这个孔先对好位 先锁好 防止他移位 然后这一边锁好之后 你能不能做个动作 把这个剪掉的东西 我以为 大家猜一下 上面可以 再做一遍的 那是什么颜色的 那一辈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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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很有练习 看就会了 来自理科生的苗 哎 你又是一个半个刷 来的人 刚才人就不来 现在人家就前前面交了 这你会得问 这人就可以不理了 刚才已经怼了一个 还有没有要再说的 有没有螺丝包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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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要求用螺丝包擬一遍 有没有螺丝包啊 给你叫她们用的时间 你给她们用的时间 你不开始就有时间 可以了啊 还拿过去用了 这个工厂 这个生产工厂 我知道你为什么一天 我知道你为什么一天 好